哈囉 大家好 哲平 那我們今天的話 大家看到我們這火熟悉的畫面 就知道我們回來玩了我們的這個陰陽師了 那陰陽師的話 基本上哲平之前在 就是剛出的時候 哲平也是玩得還滿兇的啦 而且大家看到我們名字叫做古154貓 就代表我們刷了154次的首抽喔 那最後的話 哲平是抽到了我們的那個... 磁木童子啦 然後 後來因為經過一段時間之後呢 哲平那個時候只有一隻手機 然後我基本上是 玩手遊的類型的實況主跟Youtuber嘛 所以基本上我一隻手機的話 如果要單掛在陰陽師上面的話 會比較辛苦一點點 所以後來就比較沒有在玩囉 不過最近回來之後呢 就是因為哲平有多買了很多隻手機 所以我們這邊就可以拿一隻手機來掛一下陰陽師 那陰陽師跟以前不一樣的地方就在於 他這一次回來之後呢 我基本上是有發現就是... 他可以有很多自動的地方喔 就比如說你在戰鬥方面的話 你有一個就是那個鷹柄子人啦 那那個硬兵子人的話就可以幫你去打一些關卡 這樣的感覺喔 所以就... 刷關卡來說的話就真的還不錯的感覺 這個... 就是我們這個餵食小子人喔 這個東西的話就可以讓你就是... 自動的去打關卡 所以就會還蠻輕鬆的 所以刷一些我們的一些魂域啊 或是刷一些素材之後的話 基本上就是蠻輕鬆的這樣感覺喔 因為這款遊戲基本上就是... 角色抽到之後呢 你要花非常非常多的時間去培育它啦 所以就算你花了很多的錢 然後去課了很多的角色出來 但是你沒有花時間去培養它的話 基本上你也是不會比一切 就是玩了很久的還要厲害 除非你是超級無敵大課長 然後把那些禮包全部都買到那個就是... 直接可以升星這樣子的感覺喔 但是基本上會比較難一點點啦 好 那我們今天也算是回鍋之後的第一部影片囉 那之後的話如果有一些哲平比較喜歡的 就是四神的話 哲平也會來抽給大家看 那說來說還是以抽卡為主啦 因為目前來說我們等級實在是比較爛一點點喔 所以就是打排位啊 或是打什麼東西都還打不上去 那當我們之後的話角色如果練起來啊 或是有一些就是活動我們可以去打一些東西的話 再來跟大家介紹一下我們陰陽師這款遊戲囉 好 那我們進化主要一個最重要的東西就是 今天哲平起來的時候呢 今天是1月8號的時候起來的時候 發現召喚這邊啦 是有一個就是... 欸... 召喚次數100次的話會送你一隻SP的角色喔 那我真的問過一些朋友了 他們說這個比較像是在騙券的活動啦 就是因為他現在沒有加倍嘛 所以你抽了這100抽很有可能都是 抽不到SSR的 也抽不到SP的 那基本上就是抽100抽之後 他會送你一隻SP的角色 但是是隨機的喔 也不見得是比較好的SP角色喔 這邊的話呢 哲平為什麼還要來抽的原因是因為 我很想要趕快把我一個成就給他解開喔 就是成就這邊的話基本上就是 陰陽師這款遊戲他還滿照顧一些就是... 非洲人的 比如說跟我一樣好不好 你只要在我們這個收集這邊的地方按一下召喚喔 你只要連續好不好 連續500抽 都沒有抽到SSR的角色 他會直接送你一隻SSR 然後再加上最重要的東西就是 他會送你我們的黑達魔好不好 如果你是玩陰陽師玩很久的人呢 你基本上你就會知道 其實這遊戲... 藍卷阿... 勾玉阿... 甚麼都不是很重要 最重要的就是我們蛇的靈片 還有跟我們這個黑達魔好不好 最近我回來玩得滿兇的 所以我後來發現 唉唷 原來藍卷 其實還好嘛 真的是很缺黑達魔 所以我是比較希望我可以這100抽都... 抽不到SSR 然後我要拿3個黑達魔跟3000的勾玉 我覺得會不錯一點點 我是還滿想要看一下 自己是不是能夠飛到我們非洲大營養師阿 如果可以的話那應該會很不錯喔 那我們今天的話我們就準備了100張的藍卷 來抽給大家看啦 那基本上我們也是想要看一下 就是我第一隻的SP角色是誰 因為剛出哲兵在玩的時候 還有退坑的時候 是還沒有出SP的角色 所以我還滿想要知道 我這支帳號的第一隻SP的角色會是哪一隻喔 好 那我們今天的話呢 就各種希望自己不要中到SSR 拜託拜託好不好 平常運氣都有夠飛的 如果你這時候給我中SSR 我真的會... 滿難過的 因為我一想要的是黑達魔阿 好 那我們就惡化不多書 我們就直接來那個... 來直接抽一波了 那以往來說我都會畫SSR啦 或是就是畫比較... 可以讓我們抽到SSR的圖案喔 那這一次的話我們就畫一個 好不好 畫個N 我要抽N卡啦 好不好 拜託 不要SSR喔 拜託拜託 之前的話我有PO一些圖啦 基本上我的那個... 那是甚麼 FB上面全部都是RRRRR 所以應該是沒有甚麼太大的問題 我們快速帶過喔 好 歡迎歡迎 更多R卡 拜託拜託 這是甚麼 剛那隻SR吧 好 R卡R卡 拜託 R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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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一點R卡 多R多R 這SRSR RRR R到SR都好啦 要不然也可以給我多一點SR也是可以 好不好 就是多一點SR然後你不要給我 喔好險好險 噢 夜叉長得很像SSR 嚇死我了 這一次的話我們基本上是4隻SR 還算是滿賺的 那就是R跟SR都可以 只要不要SSR就好了好不好 好 我們這邊的話 第10 呃 一開始10抽還算是很不錯喔 再繼續 恩吶 拜託啦 不要SSR 我要飛窮 我要飛窮 好不好 黑達摩對我來說 真的很重要 欸 這邊的話 是我們的合同 好 歡迎歡迎 是誰 更大是誰 我剛好按太快了 完全不知道他是誰喔 R卡 但是有震動一下的話 好像基本上都是SR卡的樣子喔 所以就 沒有甚麼太大的問題 OK 跳掉妹妹 好 這個R卡 喔 盡量來 盡量來 喂 來多一點R卡 第一次 那麼喜歡看到R卡跟SR卡欸 這R卡 OK 沒問題 沒了吧 水喔 可以可以可以 哈哈哈 SR很多 R卡也很多 這最好 拜託拜託 就是不要給我SSR喔 拜託 我真的沒有很想要SSR 不用給我SSR 不用那麼照顧我 好不好 繼續 這是我們第30抽 但其實 我覺得真的還蠻 蠻 這樣就是一個很悲傷的一個舉動 你知道嗎 因為 你真的很飛 飛到一張SSR都沒有 30抽了 而且我前面的話已經連續抽了 兩牌抽都沒有SSR了 你就知道我有多飛了吧 我們現在力拚300好不好 洛欣賦是SR的 絕 冰庸爺爺 沒有問題 喔 這是SR的黑童子 水喔 水水水水水 我們已經 快到一半了好不好 各位 我們繼續加油 恩起來恩起來好不好 恩起來 不要 不要給我SSR 這種要求好像這輩子沒見過對不對 其實我覺得應該還蠻好達成的吧 因為 因為真的沒有說很好抽喔 剛第一隻那個青雞好像是 SR的 反正SR都會震一下 然後 不過SSR的話應該會震很大力這樣子喔 別震別震 歡迎歡迎 歡迎歡迎 SR 蛤 水喔 這個是SR 蛤 沒問題 水啦 太好了太好了 加油加油 現在目前 還剩下 60抽好不好 60抽我們就快了 就快了各位 就快了 不要 不要SSR 那這遊戲基本上其實他打的一些套路都非常多喔 所以其實四神抽到很多的話就可以有一些很棒的套路 因為 這遊戲分為PVP還有PVE 那PVP的話就是跟別人對打啦 那PVP就是打一些就是活動關卡之類的 所以 還有很多的那個隊伍組合可以去搭配喔 所以 抽多一點的四神然後練起來的話真的會很不錯 欸我真的是 欸我正在講我真的是還蠻衰的耶 這樣其實看起來真的還蠻 蠻可憐的你知道嗎 你看 這次好像又是 全部都是R了 你看 我的帳號到底出了什麼問題 雖然我是很開心啦好不好 但是 還是蠻奇怪的你知道嗎 對不對 到底為什麼會發生這樣的事情 我也不知道 我原本以為好不好 是可以那個 是可以有一隻SSR的 但是我是不希望啦 拜託都不要喔 都不要 我要拿黑達摩 黑達摩 真的很重要 好 說不通知 啊 可以喔 都是手面孔喔 大家都是好鄰居了好不好 幫個忙幫個忙 這誰 喔喔喔喔 好險 可是蟹姬好可愛喔 這好可愛SR的 沒問題 喔 漂亮 練技能 然後 已經成天 SR 喔好險喔 這些看起來很帥的角色 基本上都是SR欸 我以為他們是SSR欸 喔 漂亮喔 犬神 還行還行 還不錯 多了幾隻 蠻酷的角色 但是還是SR 還是穩住了好不好 我們還有40抽 加油 飛窮就靠我了各位 飛窮就靠我了 不要SSR就好了喔 好 三兔練技能 做不通知 練技能 不會失敗 嗨 SR 水 狸貓看到就討厭 有玩百婚牌了就知道我在講什麼 有玩百婚牌的話看到狸貓一定會氣死 水喔 童女 水 挑挑妹妹 水 童男也出現啦 童女童男守門 我覺得做不通知的技能 我應該可以把他練滿了欸 可以可以可以 各位 加油我們快了快了 三次 剩三 剩三次 穩住穩住 穩住 我們能贏 也太飛了吧 我真的覺得 沒有加倍的時候 真的還是不要亂抽欸 我覺得會比較好 除非你有跟我一樣就是 有一些目的性的喔 哇 這個 抽大概跟貓戰差不多欸 沒必動的話就不要抽欸 真的會是這種感覺 這誰 喔喔喔 好險喔 親防組 不要嚇人 那種看起來都很帥 你完全不知道他到底是SR還是SR SSR你知道嗎 嚇死我了 水水水 穩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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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 穩住 旋女SR的我知道 OK 水 水喔 欸 還差20抽 可以可以可以 快了快了 穩了穩了 這個抽完之後呢 就會有一隻那個SP角色喔 那 那 希望SP的話就來一點好的啦 因為SP角色的話應該會很不錯 好 妖狐SR的 水 守烏 水 然後我們的三桶 可以可以 穩住穩住 我現在非常喜歡我們的毒眼小禎喔 來多一點 拜託 毒眼小禎 有沒有 斬欸 喔 討險 這也是SR 蝴蝶精 沒問題 水 魚女沒有問題 守烏 水 啊 守住了 各位 最後了 哇 太好了 你看 沒有加倍的時候 幫大家測試了100抽 再加上我自己人很悲周 所以呢 真是 一場都沒有 太 太帥了吧 好 沒關係 但是我們今天這就是我們的目的 因為我們主要來說就是要拿黑打魔好不好 不要最後出來蹦出一隻SSR喔 就千萬不要喔 喔 白童嚇死我了 他有好多角色真的都長很帥 但是都不是SSR 快快快 那最好是給我一些重複的 我可以練技能 加油喔 沒問題 最重要的就是我們的第一隻SP角色 到底是誰啊 我自己個人還是滿期待的 希望是好用的角色喔 喔 角圖 管弧 好 各位 沒問題了 然後 是誰 所以我們的第一隻SP角色是這個嗎 荒川之主喔 不知道好不好用欸 但看起來好像就是他了是不是 真的欸 我們的是荒川之主欸 這隻好不好用啊 大家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訴哲平喔 所以 目前來說這樣造化已經結束了對不對 所以就不會再有SP角色了 所以我們今天的目的達成好不好 好不好很簡單 真的是超簡單的 在沒有加倍的實踐的時候呢 就是最好來就是 洗我們飛窮的時候了好不好 終於好不好 這樣的話我們這次飛窮就可以拿到三個這個黑達魔 然後 再來的話下一次如果又有SP角色的話 我們就可以再拿五個黑達魔這樣子 也太可憐了吧好不好 這個遊戲真的很為非洲人著想了 我的目的達成好不好 各位沒有問題喔 好 那我們今天主要來說就是跟大家介紹一下 我們的就是回鍋的一些抽獎啦 那主要來說我是想要挑戰一下這個飛球 那果然是沒有讓大家失望喔 然後我們是順利挑戰成功了 那這邊的話我們抽到第一隻SP角色 好像是荒川之主啦 那好不好用都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訴哲平囉 那我們下一次的話基本上 如果有一些新角色 新四神出來的話 也會再來拍一些抽卡影片跟大家分享啦 那如果你有玩我們陰陽師的話 也可以就是跟哲平講 或是加哲平好友 我們就可以一起奮戰囉 那如果你是想要回鍋的人的話 我覺得現在回鍋還算不錯啦 因為基本上他有一些就是 能夠自動戰鬥 然後刷東西也非常的棒這樣 那主要來說就是最重要的就是 你要有朋友跟你一起玩啦 因為像團團阿 允月阿 跟哈記他們都有在玩 所以我玩起來的話也是比較開心這樣的感覺囉 好 那明天早上十點中午十點跟晚上 我的影片跟晚上七點跟晚上的影片 你們的影片都打開看一下啦 那我期待再見囉 大家掰掰啦~~